老公出差了,我一个人去迪士尼玩 晚上看烟花表演 大家都在广场上席地而坐 我旁边坐着一对小情侣 我侧过头一看 突然发现男的是我老公 女的是我们公司新来的实习生孟甜甜 当晚,迪士尼女游客报打男伴的新闻 火速上了热搜 这名打人的女游客不是我,而是孟甜甜 人潮拥挤,游客们不看烟花了 全都围了过来 孟甜甜一身粉色小裙子 带个林纳贝尔的发孤 一双巴比达眼眨眨眨眨的 一股楚楚可怜的味道 看面像你以为他是个小绿茶 人家用战斗力告诉你 这实际是个拳皇 我老公周潮被他左右开弓 很快脸颊高高肿起 一名带着孙女来玩的大妈 试图上去劝架,被我拉住 这是我老公,我解释 他欺骗了这个女孩的感情 大妈立刻停止了上前阻止的冲动 抱起孙女站到我旁边看戏 他怀中的孙女把达飞熊泡泡枪递给我 不知道是不是鼓励我加入这场战斗 我笑咪咪地把泡泡枪还给小女孩 乖,这个太轻了,没有用 然后又拉住孟甜甜 妹妹,打人别打脸 我走到周潮面前,趁他在愣神 抬起腿一脚踹了过去 一些段子绝孙的精准打击 迪士尼的烟花在上空乍响 五彩的光束照得我的脸森然冷漠 医院里隔着三层 都能听到周潮痛苦的嚎叫 太好的一生都不耐烦了 拍拍他 你没什么大碍 没必要叫得这么夸张吧 唐青石,我要告你 孟甜甜站在我旁边 小心翼翼地看着我的脸色 清姐别担心 我淡淡道,我悠着呢,没使大进 我也不想报复个渣男 把自己报复进拘留所里 孟甜甜低下头,对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 嗯,我没怪你,我轻声说 我跟周潮结婚的时候 两个人都一穷二白 他爸爸生病,家里拿不出任何钱 我们简简单单领了个证 不仅没办婚礼,连婚纱照都没拍 我是服装设计师,他是我的模特 一张过目不忘的英俊面孔 一副张口就来得甜言蜜语,很容易就让我爱他爱得发狂 所以,当后来我渐渐靠作品打出了名气 他却身材发福,事业低谷时 我用尽了我的资源帮他铺路 让他来了我当首席设计师的公司 当商务总监 他业绩不行 老总完全是看在我的面子上 才让他坐在那个位置 但没有业绩 便只能领一点微薄的基础工资 家里的开销都是我在负担 身为知名服装设计师 我的收入还是很可观的 于是,周潮能每天穿着高定西装 开着豪车,身上永远是淡淡的男士香水味 一副生活品质极高的样子 公司里一直传他是富二代 他也不否认 欣然接受了这种留言 所以,当他反复叮嘱我 不要公开我们的关系时 我也表示了理解 男人自尊心强 宁可承认这钱来自父母 也不想承认他来自老婆 没想到周潮花着我的钱 在外装着富二代的人设 瞒着我偷偷泡小姑娘 我回了自己在城郊的房子 这是我充当工作室的地方 周潮不怎么来住 房间里没什么他的痕迹 我看了能少伤点心 不管装得再怎么淡然和洒脱 不难过都是不可能的 我关了机 一个人在工作室喝了两天酒 晚上清醒地盯着月亮 白天则在大醉中昏昏沉沉地睡去 但我也只允许自己难过两天 两天后,我爬了起来 换好衣服,换好妆 精神抖擞地回了家 周潮不在 他妈在厨房里煲汤 一见我就摆出一副极冷极难看的脸色 眼睛根本不看我 这是他惯用的招数 之前的我总是去讨好这位婆婆 主动凑上去,问她怎么了 而我越是殷勤 她便越是给我脸色看 就是不说话,任由我尴尬 今天我不会再纵着 这莫名其妙的老年公主病了 老板的心思我都懒得猜 凭什么要揣摩你的 我懒洋洋地脱了高跟鞋往沙发上游 抱起车梨子的碗开始吃 周潮妈本来等着我去舔她 结果久久没动静 一回头看到我吃车梨子吃得正欢 已经吃掉了大半碗 当场就急了,你干嘛 她大步冲上来想夺走我手里的碗 这是我洗给小潮的 我灵活地护住碗,这是我买的 你心疼你儿子 就自己给他买去 楼下进口超市就有258一盒 周潮妈气得胸口起伏 小潮受伤了你不闻不问连家都不回 没见过你这样当媳妇的 嗯,我含着车梨子挑起眉 你儿子没告诉你他为什么受伤吗 我本来想告诉周潮妈 我准备和周潮离婚了 以后就再也不是你的媳妇了 周潮回来了,周潮妈立刻扑到儿子身边哭天枪地 你看看你老婆怎么和我说话的 周潮安抚了他妈 冷着脸把我拉到房间里 清时,我妈身体不好 我把车梨子的河兔浸垃圾桶冷笑 那去跟医生说,我又不知道怎么治好 你就不能少惹他生气,让他开心 开心可以,但估计杯水车薪 我凉凉道,教育出你这么个儿子 我看他这辈子很难开心了 唐清时,周潮低声喝道 你这是人话吗?你是不是从来没把我爸妈当过家人? 我头一次知道 一个人是可以在心丧弱死的时候哈哈大笑的 我没把你爸妈当过家人 我擦了擦笑出来的眼泪 那么请问 你爸每个月在私立医院的护理费用是谁在承担? 不过以后不会了 我简短道,周潮,离婚吧 周潮约我在商区顶层的法餐厅吃饭 这是他当年向我求婚的地方 对于曾经的我们而言 在这里吃一顿饭简直是笔巨款 周潮为此攒了很久的钱 此刻他把我约在这里 无非是想重温旧梦 让我记起新年的浪漫 轻使我对不住你 他恳切地看向我 即使发了福,无法再做模特 周潮仍有远胜于常人的容貌 当他用那双睫毛深邃的眼眸望向你时 女人很容易为他心软 答应他所有的请求 但你一定要听我的解释 我和孟田田并不是认真的 他对我死缠烂打,我不理他 他就寻死觅活 想去迪士尼看烟花是他的心愿 我就想着不如陪他实现了这个心愿 也借这个机会和他说清楚 我沉默 周潮之前也有一些引人怀疑的时刻 车里出现了女士香水味 衬衫上黏着的长发丝 但每次他都能小知以理 动之以情地给我解释 每每他用这种真诚的眼神看向我 我都会相信他 于是这次周潮认为我又被打动了 于是伸出手握住我的手 低声道 轻时我只爱你一个人 我轻声开口 声音中带着委屈 孟田田比我年轻 也比我漂亮 你不喜欢他吗 什么也不懂的小丫头 没意思的 他要是在死缠烂打你怎么办 让他滚 我可是有老婆的 全世界我只爱我老婆 周潮 我和他深情的四目相对 然后猛地把手抽了回来 你当我傻事吧 我看到你俩的时候 你的嘴还凑在人家脸上没拿开呢 我淡淡而又厌恶地说 解释什么 要一边接吻一边解释啊 你告诉我 周潮面白如指 什么都别说了 我不耐烦地挥挥手 我会让律师联系你的 对于离婚这件事 我态度极其坚决 但在财产上遇到了问题 周潮要求分走一半的财产 我简直不知道 他哪来的脸 周潮 你一个男人这样做好意思吗 我怒从心头起 你这些年 根本就没怎么赚钱 那一点工资 也被你喝酒泡妞至半行头花掉了 周潮无奈地向我耸奸 轻拾 如果做不到好 据好散的话 我不会同意离婚的 而且 我本来就不想离开你 可以了 我冷着脸让他滚 这一点上我当然相信你 没人想离开自己的ATM机 周潮走了 我一个人陷入了心烦 如果周潮执意不签字 那么就只能走起诉离婚 流程非常冗长 而且要消耗我的大量精力 我本来要用于投入工作的时间 都会被这些杂事消耗掉 似乎也没有人可以帮我 不 或许有 我拿起手机 试探性地拨出了一个电话 半个月后 周潮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 签字的那天 他喜气洋洋放下笔后 颇为同情地对我说 轻时你也快三十了 又离过婚 以后估计不大好找了 找也是将就 一定自己照顾好自己 即使早有心理准备 我还是恶心地为酸上冲 不劳你操心 你担心担心自己吧 我有什么好担心的 周潮笑了 带着满满的得意之色 只要我想 我就随时可以找到爱情 就像印证周潮的话一般 他话音未落 清脆的女声便响了起来 阿潮 年轻靓丽的女孩 蹦蹦跳跳地进来 挽住了周潮的手臂 不是别人 正是孟甜甜 周潮笑着去摸孟甜甜的头 我则冷眼看着这一切 他们两个复合了 周潮向我显摆 是孟甜甜哭着找到他 告诉他 自己那天打他是冲动了 这段时间他已经意识到 自己最爱的还是周潮 他想重新和周潮在一起 当然前提是周潮得和我离婚 如果仅仅是如此 恐怕都够不成 周潮爽快和我离婚的原因 他在感情上是最精明理智的人 并不会为单纯的年轻漂亮买单 我点开孟甜甜的微博 曾经低调的他 最近变得很爱秀各种奢侈品 包包 项链 手镯 戒指 每一项都显示着不菲的财力 连上班都穿着成套的香奈 还每天都换 一周都不带重样的 不少同事都议论 一个实习生穿的比董事长太太穿的还高调 有关孟甜甜 其实是个超级富二代的消息 很快传遍了公司 这些留言自然也传进了周潮的耳朵 能让他离开一台ATM机的 当然是另一台更新的ATM机 签完离婚协议书的周末 我去顶楼法餐厅吃饭 遇到了孟甜甜和周潮 我本来坐在角落里 想装成没看到他们 周潮却看到了我 他主动拉着孟甜甜坐到了我的临桌座位上 哟 好巧 他很有绅士风度地说 青石 你一个人吃饭啊 我扯扯嘴角 懒得回应 这看着也太可怜了 一个人吃饭都不好点菜吧 谢谢 不劳挂心 我吃得完 我冰冷到 我不好看的脸色极大的愉悦了周潮 他笑着和孟甜甜点了菜 两个人在我面前一副你浓我浓的样子 周潮不停地要孟甜甜喂他 吃到一半 孟甜甜大概是觉得有些热 便脱掉了外套 露出里面的内搭 他有些尴尬地看我一眼 这件Alexander Wong的衬衫 此时 我身上也穿着一模一样的一件 周潮倒是丝毫不尴尬 他一边吃鱼子酱一边夸梦甜甜 你年轻 穿这个就是好看 他渐渐地看向我 哦 青石 我不是说你穿这个不好看 你穿是另外的气质 我看着他这张近在咫尺的脸 满脑子只有一个想法 我当年到底是得了什么大病 看上这么一个玩意儿 我冷冷笑道 周潮 软饭都堵不上你的嘴吗 法餐厅里还有别的客人 我声音有些大 他们不禁都看了过来 在这么多人的目光下 周潮的自尊心有些受不了 于是立刻起身要求结账 刷信用卡需要去前台 他离开后 孟甜甜看向我 青石姐 很好看 我笑眯眯地帮他撑平衬衫的褶皱 这些衣服和包记得找我报销 晚上十一点多 孟甜甜来到了我家 年轻女孩的脸本就饱满得像水蜜桃 因为从小区一路跑过来 脸上红红地发了汗 欲发像带着露珠 怎么看怎么漂亮 他刚坐到沙发上 就急吼吼地开口 青石姐 我有大发现 我倒了杯蜂蜜水给他 不急 慢慢说 孟甜甜咕咚咕咚 喝了大半杯 把杯子一放 掏出手机给我看相册 里面的照片是一座公寓的内景 装潢相当不错 甚至可以用豪舍来形容 这是周潮在南边买的房子 我想办法打听了一下 是在他母亲名下 据说是去年买的 上个月刚刚装修完 我皱起眉头 这套公寓本身面积就不小 还位于最繁华的地段 价值相当不菲 问题在于周潮哪来的钱 家里的财产 我在离婚时全都清点过一遍 并不存在周潮悄悄取走我的存款 去买房的可能性 可是 凭他这些年的收入 恐怕连这房子首付的十分之一都凑不出来 除非 他有暗地里的收入 会是什么呢 我思考的功夫 孟甜甜在旁边补充道 周潮带我看这套房子 说 这就是我们未来的家 但他现在手头有些吃紧 希望我来帮他还每个月的贷款 也就是说 这份收入现在可能没有了 新面电转 结合之前的种种线索 我猛地明白了 回扣 我低声道 他居然靠回扣买了栋房 作为我们公司的商务总监 而且老总也知道周潮和我是夫妻 因此 我合作的所有商务 都是周潮去和合作方对接 而现在 我和周潮离婚了 我也把此事透露给了老总 与我有关的业务 自然都从周潮手里挪了出来 他没法继续拿回扣 失去了这么多年的按收入 自然对还贷款力不从心 想明白了这一切后 我不由得怒火中烧 怪不得之前好几次合作方 看我的眼神都有些奇怪 原来是周潮逼着人家给红包 我沉默了片刻 交代了几句 田田他性子聪明 很快就完全明白了我的计划 放心吧 青石姐 我的演技绝对没问题 我心下感动 田田 这件事了截掉后 我会支付你一些费用的 孟田田用力摇了摇头 不行 帮你是应该的 我不能收这种钱 你知道吗 青石姐 我来这家公司 其实就是因为你 你是我的偶像 就这样 我了解了孟田田的身世 他出生于一个南方小城 父亲豪赌 抛弃了母女两个 好在母亲坚强又能干 一直做小生意 养着这个小家庭 孟田田从小就喜欢服装设计 收集了许许多多的时装杂志 那里面经常有我的作品 还登过我的个人专栏采访 他读了我是怎么从一个小镇女孩 成长为国际秀场知名服装设计师 成立个人品牌的故事 受到了极大的鼓励 但学艺术需要极大的财力支持 孟田田不想再给辛苦的母亲 造成任何负担 于是她读了会计 来到我们公司 朝九晚五 只希望离自己曾经的梦想近一点 周潮是她在这座城市的 第一个恋爱对象 年轻的她在周潮的甜蜜公式下 很快便沦陷了 第一次聊天的时候 孟田田曾经流着泪问我 青石姐 我是不是太蠢了 不 我拍拍她的肩 每个人都在年轻时 犯过或多或少的错误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十二点多的时候 周潮给孟田田打电话 孟田田向我使了个眼色 拎着包离开了 她离开后 我给自己倒了被嘉宾的威视剂 缓缓辍饮 随后我打开邮箱 开始用英文撰写邮件 孟田田是个很好的女孩 她花了如此大的精力帮我 不收取任何费用 我一定要为她做点什么 那边孟田田在稳步进行我们的计划 她向周潮哭穷 表示自己的钱都是家里给的 最近和爸爸闹别扭 谢用卡已经被停了 没法帮周潮还贷款 周潮当初那么爽快地在离婚协议上签字 就是因为孟田田大包大揽 看上去是个极其慷慨的取款机 现如今这个取款机却突然失灵了 那边银行贷款却如一只嗷嗷待补的猛兽 如果不按期还款 房子就得被收回去 她之前交的钱也就打水漂 在巨大的压力下 周潮和孟田田连吵了好几个价 周潮质问孟田田到底爱不爱她 如果爱的话 为什么有钱买那么贵的包 没钱为他们的小家出一份力 孟田田又哭又闹 反正就是不给钱 还款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近 周潮又去找了那些曾经的合作商 试图再炸出一点回扣来 但我已经把周潮不再负责我业务的消息传了出去 那些合作商自然也不再买周潮的账 情急之下 周潮做出了一件事 她从孟田田放在衣柜里的包中 挑了个最贵的包拿去卖了 随后 在周潮还玩贷款 神清气爽的第二天 接到了警局的电话 截至此刻 她都没有太当回事 觉得顶多是孟田田发现包不见了 再傻脾气 把她从警察局领回来 好好哄几句就完事了 反正那小丫头爱她爱得要死要活的 直到她来到警察局 看到了坐在那里的我 我出示了购买那个包的柜台小票 以及我把这个包借给孟田田的借据 清晰地证明了两件事 第一 这个包是我的 第二 我把它借给了孟田田 而孟田田那边也拿出了证据 也就是她装在家里的监控 录下了周潮把那个包拿走的全过程 此时此刻 看着这过于完整的证据链 再看看坐在一起的我和孟田田 周潮再傻也能看出是怎么回事了 她不敢置信地看着孟田田 冲上去想要给她一耳光 民警立刻冲上去 钳制住了她 周潮红的眼睛瞪向我 唐清时 这些都是你计划好的 我算是明白了什么叫最毒妇人心 一连串的骂声在警察局内响起 孟田田气红了脸 站起来要帮我骂周潮 被我按下了 我面容平静如湖水 淡淡道 这个包价值32万 希望周先生原价赔偿 如果一周内无法还款的话 那我只能追究立案了 周潮到底是不想惹事 他东拼西凑地借了不少钱还给了我 但这口恶气他显然不能咽下 月底 他发了一条长长的微博 曝光孟田田 在微博中 周潮放出了孟田田的个人信息 扒皮他爱慕虚荣 明明是个十八线小城的土包子 但是假装成名媛欺骗了他的感情 周潮做模特时 积累过一些粉丝之后 微博账号也一直在运营 也算个半红不红的大V 再加上他深谙互联网的各种梗 每个词都网爆点踩 很快就转发上万了 助理拿着手机给我看他的微博 我顶着刚刚做完的造型 套在休息室的沙发上 看完后淡淡地笑了 好一个春秋笔法 我慵懒地向沙发后面养去 他今天发这个时机倒是踩得很准 算是免费给我们宣传一波了 助理脸上露出兴奋的笑容 那是等着看好戏开场的神情 我已经评论了 吃瓜不幸瓜 反转在后面 我笑了笑 助理将休息室的灯光调亮了些 清洁 导购应该已经到了 好 快让人家进来 导播拿着台本进来跟我对流程 这是我第一次上综艺 综艺的几个常驻嘉宾是娱乐圈的一线明星 也都和我有不错的私交 毕竟他们出席各种活动的高定礼服 有许多都是出自我手 这是当漫综艺 嘉宾们会邀请自己在各行各业的朋友 一起边吃美食边聊天 作为传奇服装设计师 我的经历自然也一直被很多人好奇 我问导播方不方便添一双筷子 导播有些迷茫 什么 反正是吃火锅嘛 添双筷子 我想带朋友一起上 我笑着点开手机 给导播看周潮的万转微博 诺 就是这个事件的女主角 导播显然也看过这条微博 脸上立刻流露出吃瓜的兴奋 这个男人是我作为设计师的第一个专属模特 也是我的前夫 我怂怂肩 怎么样 这样的行业八卦 是不是比你们现在选的那些话题都更劲爆 我和孟田田一起上了综艺 大家一起吃着火锅聊着天 我并没有什么可以瞒的 把我是怎么一步步靠自己的努力 在服装设计行业打出名气的 怎么和周潮恋爱 又怎么发现周潮出轨的过程 就着毛肚 肥牛 黄猴一一说了出来 节目组也是看热闹 不嫌事大 我刚说完发现周潮出轨 他们就立刻搜到了迪士尼那天 女游客爆打男伴的新闻在大屏幕上公放 所有人看着穿小裙子粉粉嫩嫩的孟田田 爆打周潮 全都哈哈大笑 孟田田自己也笑得前仰后合 下了综艺 我点开手机 微博上已经飘着多个热搜 周潮似乎仍然打算赋予顽抗 我想了想 丢了最后一个重磅炸弹上去 是一段录音 青石 我只爱你一个人 我轻声开口 声音中带着委屈 孟田田比我年轻 也比我漂亮 你不喜欢她吗 什么也不懂的小丫头 没意思的 她要是在死缠烂打你怎么办 让她滚 我可是有老婆的 全世界 我只爱我老婆 录音公放又激起千层浪 本来还觉得 周潮可能是被欺骗的好男人的粉丝 也终于对她彻底粉碎了滤镜 曾经给过她回扣的合作商们 也提出了起诉 要求周潮归还那些吞进去的钱 周潮焦头烂额之际 接到了我的电话 我约她来工作室聊一聊 周潮一进门就试图抱住我 青石我就知道我嫌恶地躲开 你知道个屁 我冷淡道 你不会以为我还爱你 费尽苦心这么一大通操作 就是为了让你回到我身边吧 周潮愣了愣 神色转冷 那你还有什么叫我来的必要 我是现在唯一能帮你的人 我淡淡道 还不上款 你就得坐牢 当然喽 我也不可能平白无故给你钱 我拿起一张已经写好数字的纸条递给她 以这个价格把你手里的那套公寓卖给我 周潮看了一眼 脸就气得通红 你疯了吗 这还不到市价的五分之一 没错 但你来不及了 我整理了一下一百 气定神闲地在周潮对面坐下 交不出贷款 银行就会把房子收回去 你之前付的那些钱会全成为沉默成本 而现在又有这么多的债主叫你还钱 这里面的门道可多了 还不了钱 坐牢是小 要是哪天出门被人一麻带颅走 卸个胳膊 卸个腿什么的 你确定自己承受得起 周潮脸色越来越白 那我把房子转手卖了 也不需要你来趁火打劫 他坚持着说 我吃笑了一声 今年这个楼市大环境 你当房子那么好出手的 去找中介挂牌出售 再等到款进来 我冷笑 那时候可能你已经残疾了 周潮不想在我面前露怯 但还是忍不住打个哆嗦 就这么多钱 现款一次结清 我把纸条推给周潮 我可以给你点时间考虑 但最多到后天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你自己想清楚 周潮在我约定时间的最后半个小时松了口 答应了我的条件 所有的手续办好 我给他转了款后 立刻拉黑了他的所有联系方式 我没有任何再和这个人产生交集的理由了 周潮将彻底从我的人生中退场 我给公司老总打了个电话 老总非常理解地告诉我 周潮的离职手续已经在走了 保证我不会再在公司见到他 清时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别影响你工作啊 我笑了笑 放心 不会的 不过我确实要请几天嫁处理一些事情 我邀请孟甜甜来我家玩 然后给他看了一样东西 孟甜甜的英文没有那么好 他对着那封邮件读了好久 终于明白了 清姐 你这是 我笑了 嗯 我已经给我母校的校长写了信 我是荣誉校友 有推荐学生入学的资格 你可以去我的母校修读服装设计专业 这部分的费用由我来承担 不行 清姐 我不能要你的钱 没什么的 我揽住孟甜甜的肩膀 我低价收了周潮的房子 他吸了我这么多年的血 我这次也算从差价中找不回来了 这是你和我共同的战利品 本来就该有你的一份 孟甜甜还想推脱 我笑着推了他一把 好了好了 你要实在心里过不去 就当我借你的好好努力 借助这个机会实现梦想 你还怕日后没有还我的机会吗 孟甜甜终于被我说服 他看着那封邮件 嘴角泛起了笑意 眼中带着浅浅的泪光 谢谢你 清姐 我刚恋爱的时候 曾经以为最幸运的事就是遇到了周潮 现在我知道我最幸运的事是遇到了你 五年后 服装设计行业内最受瞩目的大赛正在举行 秀场的后台模特们已经整装待发 在所有参赛选手中 我是老资格的名将 已经连续多年夺得魁首 但这一年提前就有人警告我 有刚出道不久的新人会来挑战我 那新人的创意天马行空 实力绝对不容小觑 如果我掉以轻心 那新人绝对会取代我 成为新的桂冠获得者 秀场后台 我终于见到了这位横空出世的新人 孟甜甜 时隔五年 她变了许多 更从容 更大气 那双曾经小鹿一样明媚的大眼睛里 多了一些见惯适适的平静 她一见我就冲上来拥抱我 嘿嘿 我被她勒得喘不过气来 好不容易才等她推开手 人家还等着看咱俩决斗呢 你不要上来就搞得这么亲密 孟甜甜哈哈大笑 怎么样 她指了指远处 那里是她的模特阵营 孟甜甜这次的设计 全都采用鲜明的撞色 每一件衣服上 都有不少于五种颜色 但又看上去十分和谐 她凑近我耳边 像不像那年迪士尼的烟花 我和她对视一眼 都笑了出来 周朝这个名字 已经彻底从我们的生命中消失 我已经很久很久 没有再想起来过了 远处有记者把镜头对向了我 老牌大咖和新锐设计师的见面 本该充满火药味 现在却如此温情 你说他们看到 我们在这里聊得这么好 明天在通稿里会不会写 我们是塑料姐妹花泥 孟甜甜笑 有可能 他们估计期待我们打起来 那不如我们就满足他们的期待 孟甜甜笑了笑 随即神情严肃下来 青石姐 我会努力赢你的 我勾起嘴角 那就来吧 我愿与你为敌 前提是在正确的战场 我和孟甜甜牵起手 朝记者们走去 大秀即将开始 我们是最为耀眼的双子星 已经无人在即的 那个曾经横根在我们之间的男人 灯光洒在我们身上 记者的镜头追逐着我们 这是属于我们的荣光 这是我们打拼下的名利场 全文完